我給鋁薩克 他的測量測出來的是 定溫 不是定溫 是定溶 剛剛波伊爾這個是 定溫 然後定溶下 壓力會跟溫度成正 定溶 溶就是V 溶量 這是給鋁薩克 然後我們有介紹一個溫度計 一個給鋁薩克的實驗裝置 是化學課可能比較少提到的 叫做定溶氣體溫度計 對 對 就算是 就算是 好,那接下來是 定壓 定壓的這個實驗結果跟給呂薩克其實是同一時期的 那這個叫查理定律 雖然說他的這個英文唸起來是查爾斯 如果你拿去Google翻譯叫Google小姐唸 那他會唸查爾斯 那他是定壓 那他的實驗呢 結果會是長這樣的 這個是一個容器 我們要怎麼做出定壓呢 其實蠻容易的 因為我們外面就是大氣壓 我們平常有一個可以做為標準的壓力就是大氣壓 那我們只需要把這裡面的氣體的壓力讓他一直都等於大氣壓就好了 讓他一直都等於大氣壓 那要怎麼做呢 可是我還要測他的體積啊 就是我要讓裡面的容器的體積是固定 不是固定啦 我要測體積 那壓力是固定的 那我加熱的話體積應該會變大 可是我要讓這個壓力固定 溫度上升 壓力固定體積變大 那其實很簡單喔 你只要在這邊滴一滴水 這個是一個細細的管子 我這裡話很粗 但是實際上它細細的 那你各位都有喝過飲料對不對 有知道有一種東西叫做吸管對不對 那吸管你在喝飲料的時候 有時候水會卡在裡面啦 那這樣的話是外面和裡面就隔絕了 其實這樣就隔絕了 但是啊 外面的壓力啊 是一大氣壓 裡面的壓力也是一大氣壓 那同學可能說 啊還有這個水柱的壓力 可是這個水柱很小啊 就是如果你只是粗略的 實驗這個水柱 你就可以 你還是可以算它的高度啊 再加上水柱的壓力 那總之呢 你這樣就可以把裡面的定壓定下來 裡面的壓力就是這個大氣壓加水柱壓 所以這樣就完成了一個定壓的裝置 然後你再給它加熱 那加熱的時候體積會膨脹啊 加熱的時候裡面的體積會膨脹啊 那這個水可能就跑來這邊 那你就可以算 你就可以得到那個體積的變化 體積的變化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去驗證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去驗證 加熱的時候 然後發現這樣的規律 然後吸管插下去這邊比較不好處理 你要想辦法讓它很好的 不會漏氣 這個我以前有試過 我以前是用那個 早餐店的玻璃牛奶瓶 然後把它上面的那個蓋子打一個洞 然後再把吸管插下去 可是我發現用熱溶膠 好像保濾溶膠不太行 因為它它會漏氣 那有人建議我用黏土 那各位可以自己試試看 簡單來說就是你要準備一個容器 然後蓋子打一個洞 吸管插下去 密封好 這樣就結束了 所以那個作業沒有很難 我就說我已經派下去的那個作業 那麼我們要講的是不管是第二個還是第三個呢 他們都有得到一些特殊的結果吧 就是壓力會增比溫度或者是體積會增比溫度 如果以第二個來看 它的圖應該長這樣子 畫太過來了 沒關係啦 這樣錯就錯 第二個給呂薩克的話 它是壓力對體積是呈現性 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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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實際上 好像不會是成正比 就是說 你如果溫度是零度C 如果我們這邊是度C 溫度是零度C的時候 好不要這裡不要度C 這裡不要度C 溫度是零度C 溫度是零度C 那難道壓力就會降成零嗎 那難道壓力就會降成零嗎 就是零度C 就是零度的時候就沒有壓力了 那零下怎麼辦 零下就沒有壓力 所以其實這個零不是零度C 這個零不是零度C 以前的人們他們做實驗發現說 他們做實驗發現說 這個 在 氣體隨著溫度 的確是壓力會越來越大 然後 它會是一條線性 就是這樣一條線 那這條線 你讓它反向延伸的話 它會跟X軸有一個焦點 X軸就是我們的溫度 那它跟X軸有一個焦點 這個焦點 總是會焦於-273.15度 度C-273.15度C 才是這個地方 它其實並不是零度C 它其實並不是零度 而是273.15度 到273.15度的時候 感覺好像體積會降 壓力好像會降到零度C 而且神奇的是 你去改變體積 或者氣體的種類 因為我們這一個是定容 定容底下去測壓力 那這個是容量E 那你可以改變它一開始的容量 然後再去測一次 結果不管你用什麼樣的容量 甚至你用不同種類的氣體 比如說容量2 結果它還是會呈現性的 就是溫度越高壓力越大 可是你的氣體如果比較少 不是比較少 體積比較小的話 你壓力變大的也會比較 你壓力變大的也會比較 我想一下喔 PV.NRT 如果壓力小 對對對 壓力小的話 你溫度上升的時候 那個壓力 不對不是壓力小 對不起 體積如果小的話 壓力上升的也會比較慢 體積如果小的話 壓力上升的也比較慢 所以如果你改變它的體積 它還是會成一個線性關係 反向延伸的話 也會到-273.15柱C 那是蠻神奇的 那既然它每一個 每一個體積每一個情況 隨著溫度的上升 壓力的做土 都是一條線 而且這條線都跟X軸 交於-273.15柱C 那為了方便呢 我們乾脆把 把零點設在這個-273.15的位置 把它設成零 那原本的零度 原本的零度呢 就會變成-273.15度C 原本的零度C就變成-273.15 那這樣的溫標呢是-273.15 K 那這個不是OK 不是便利商店的名稱 這一種K的溫標就叫客室溫標 好 那它跟攝氏 就差-273.15 我寫錯了 這應該是度C才對 這個才是K 白色的才是K 白色的X軸才是克爾文 然後黃色的X軸才是度C 你一定要把-273.15度C 設為零 這樣的話它才會是一個正比 而不只是線性而已 那同樣類似的呢 在查理定律也是有一樣的結果 那查理定律也沒有 是温度和体积成正比 可是它并不是说跟你的零度C成正比 对不起,应该是说零度C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没有体积 但事实上这里并不是零度C 零度C是在这边 这一台是零度C 那一样的,经过实验呢 我们在定压 定压 经过实验 定压底下温度和体积成正比 然后经过反 对不起,不是直接成正比 如果你是用度C 如果你是用度C去做X轴 它会是一条线 那这条线反向延伸会碰到-273.15 -273.15度C 这样子 而且也一样它是 你调整它的压力 你用不同的压力再继续做一次 结果也是会交于-273.15 那一样的理由 我们如果想要让它不是只有呈现性关系 而是要让它能够直接呈正比 那我们就把-273.15设为 -276.15 温度C就变成273.15k 这样才会成正比较 所以这是完全是由实验而来的 蛮神奇的 因为各种气体 各种气体只要是在比较稀薄的时候 它都会几乎是有线性关系 温度升高压力就会跟着用线性的方式升高 用线性的方式升高 然后反向延伸 反向延伸都会通过-273.15度C 那或者你定压 定压温度升高的话体积会增加 体积会增加 那也是一样是一条线性的关系 它反向延伸都会通过-273.15度C 那把-273.15度C设为新的零点 原本的零点 零度C的点变成273.15 这样的一个温标 可以让Y轴和X轴的起始点都是零 初始值都是零 那这样就会比较方便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写成正比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K叫做客室温标 因为是科尔文提议的 那事实上它有更深层的意义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去定一个温标 是长这样子 在大学会有更深入的探讨 那么第四个 第四个是亚佛加绝 以前是假说 后来变成定律 为什么说以前是假说呢 因为他说的是一个很难去验证的事情 假说要变成定律 要经过验证 这个化学课有没有提到 它原本是假说 有吗 我太久没有跟各位问问题了 各位要不要回答一下 我很高兴看到所有人都到了 发学课有没有说 亚佛加绝 定律原本是假说 你就各位同学可以回答 有或没有就好 没印象 因为亚佛加绝 他提出的这个说法 是很难去验证的 但是 领隐约约可以猜想得到 他说呢 同温 同鸭 同温 同鸭 同体积 之 各种气体 含有相同的粒子数 含有相同的粒子数 如果今天有氢气 是一公升 然后 氯气 氯气一公升 那只要是温度压力都一样 都是室温 都是一大气 然后两个都是一公升 都是同体积的话 就算它们是不同种类的气体 结果里面有一样多的分子 那个你要怎么验证 那时候才18 多少年的时候 你怎么有办法去数空气中的分子 就算我们现在 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也看不到空气中有多少的分子 所以那时候只是一种假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假说 是因为看到这种现象 就是不同种类的气体 它都会有这样子的 它的那个线 都会是几乎是一样 就是这个容量 一公升 可是你换成是氦气 换成是氢气 换成是氮气 什么的 只要你的容量固定 然后温度固定 压力就会几乎都一样 所以 杨弗加绝他就想说 会不会粒子素也一样 那这个是基于 道尔吞的原子说的 因为化学反应嘛 因为他们那时候有发现说 就算你把氢气 因为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是氢气和氯气 那两个在一公升的时候 如果温度压力都一样 体积也一样 所以温度压力都一样的时候 体积就会一样 那他们如果结合 就比如说变成氯化氢 就是那个盐酸的气体 氢气加氯气变氯化氢的时候 它是不是H2 然后再加Cl2 然后就会变成2HCl 我们现在变上化学 那他们的实验就会发现说 如果你是同温同压的话 那一公升的氢气 加一公升的氯气 就会变两公升的氯化氢 这不是说倍的 是测量的 你真的就是一公升的氢 一公升的氯气 混合 然后就变成两公升 那所以 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它可以用道尔吞的那种 原子的图像来解释 氯氯原子 氢原子 然后变氯化氢原子 那所以 雅伯家觉就自然而然的 会猜想说 会不会是 只要是同温同压同体积 氯子数都会一样 可是没有办法验证 没有办法验证 因为你怎么去算说 它这么是不是一样 对不对 这要到很后面才会验证 大概有 好久了 几十年以后 几十年以后 也还没有被验证 大家觉得说 好像对 因为化学反应 真的是可以用这样来解释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说 真的看到原子 看到分子 虽然说这是很方便 用化学室来解释 化学反应很方便 用道尔吞的原子说来解释 化学反应很方便 可是就只是方便而已 难道说我们的物质世界 真的是由一些小的颗粒 来组成的吗 我们的空气里面 真的是一些小小的颗粒吗 就还是会有怀疑的 直到布朗运动 直到布朗运动 爱因斯坦真的去算出来 那个花粉移动的轨迹 它是用水分子 把水看成一颗一颗的 然后跟花粉做碰撞 然后去算出那个花粉的轨迹 结果真的跟实验一样 从那之后 大家才有得到直接的证据说 真的那个水 是一颗一颗的水分子 然后空气 是一颗一颗的气体分子 这样 所以这个亚佛加决定律 其实是蛮深刻 它有深刻的意义在 所以同温同压 同体积的各种气体 有相同的粒子数 意思就是说 它有深刻的意义在 我把位置不够了 我把这个插掉了 定压气体温度计 这个位置占得有点大 所以意思就是用符号来写就是 同温同压之下 这个粒子数会正比于体积 这样子 或体积会正比于粒子数 都一样 所以这样子你就有四个关系了 第一个是波尼尔 压力在定温 定温底下 压力和体积 层积是定质是定质 第二个是定容 底下压力和温度 是层正比 第三个是定压底下 体积和温度层正比 第四个是同温同压 就是定温定压 固定温度固定压力底下 体积和数量等正比 那结合这四个就会得到一个实验出来的公式 当然里面有一个猜想 里面的猜想是 里面的猜想是 就是物质是由最小单位 粒子原子分子所组成 就是在莫尔树的那个地方 那结合这四个 你就可以得到 PV.NRT了 各位对布朗运动有印象吗 布朗运动有印象可以说有或是没有 你也说没有 或是介于有和没有之间 你就说介于有和没有之间 R是什么 我们接下来要把理想气体常数 推理出来 首先是 首先是 先把这个关系式写出来 就是 PV等于定值 然后P正比于T 然后V正比于T 然后V正比于N 那这两个可以合并 这两个可以合并 这是定容 这是定容 这是定压 它合并以后就可以变成 PV正比于T 那一个固定的时候 那一个固定的时候 P正比于T 那一个固定的时候 V正比于T 那这个就是波尔定律 那也在结合这两个 P固定 就是P固定 定温 定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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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定温的时候 V应该要正比于N 所以最后应该是 PV正比于NT 这个只是正比 那你给它写成 比例系数写出来 就是PV等于一个框框 然后NT 这是比例系数 比例常数 它也代表着单位换算 因为在更早之前 在这些定律之前 这个的单位已经知道 它是大气压 或是什么101300帕 然后这个体积的单位也知道 就是它测量的时候 用的单位是 立方公尺 然后压力的单位 温度的单位是克尔文 可是你光是这样子 没有办法去 就是你没有 你还要把它乘上一个倍数 才可以让它们两个变等号 那这个倍数就必须要 有实验来测的 就是你测的压力 测的体积 然后测的摩尔 测的温度 然后你就可以决定说 这个比例系数是多少 那比例系数我们称为R 那R就可以写成TB 然后除上NT 那这里呢 各位在化学课呢 有没有学过标准状况 有没有学过 如果有就可以说一下 标准状况它的 温度 压力 摩尔素 然后体积会是多少 跟什么22.4 24.5 有没有印象 22.4公升 24.5公升 什么情况下 会是22.4公升 化学课 0k NTP的话 是20度C STP STP 的话是多少 你要带 NTP 或是STP 都可以 零度是零克爾文嗎? 它是不是零度C 零度C 然後一大氣壓 然後 然後怎麼樣 然後 還有什麼 零度C 零默耳對不對 零默耳的理想氣體 它的體積是 22.4公升對不對 所以這只是 這只是我們背起來的 但實際上你就是去實驗 你去實驗的時候 你就會 得到這些數字 然後你帶進去 你就可以測得理想氣體糖素 所以這個零度C 它應該寫成273K 然後EATM就是壓力 V 你把它帶進去 所以R呢 就會是 是 1ATM 去乘上 22.4升 然後呢 去除上 1M 1M 然後去乘上 273K 這個除一除 用計算計算一算 它會是 0.082 就是 就是各位熟悉的 0.082 然後 它的單位是 ATM 上面是 ATM乘上公升 下面是 墨爾 乘上 克爾文 可是 化學課用的是 物理課 不常用這個 因為物理課 我們是把 ATM 換成 1013 百帕 1013百帕 所以要換算一下 不好意思我們稍微 再用一點點下課時間 因為 都已經講到換算了 就把它換算完 很快就結束了 一下子而已 2 1 2 1 2 1 2 我們換算一下EATM 是101300牛頓 除以平方公尺 這是帕斯卡 然後呢 我們給它同乘以一公升 但是一公升其實是 一公升其實是一千分之一立方公尺 立方公尺就是一公尺 一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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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一公升大概是這樣 它是十公分 十公分 一千cc 一千cc 十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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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是你如果每一邊都從十公分 乘上EATM乘上一個公升 就會等於101300乘上十的負三次方 101300乘上十的負三次方 或是101.3 然後牛頓 除以平方公尺 再乘上立方公尺 那這個 平方公尺在分母 立方公尺在分子 乘起來會變成 10101300乘上101300乘上公尺 很巧的是 牛頓乘上公尺就像做公 F乘以D就像做公 所以這個單位其實可以寫成焦耳 可以寫成焦耳 所以就會變成這樣子 DATM 化學課裡面的 DATM乘上一公升 在物理課裡面就是 101.3焦耳 好 那我們就可以再把理想氣體常數呢 寫成這樣 上面這個 就是101.3焦耳 所以0.082乘上101.3 就會得到 就會得到多少 8.31 然後分母還是一樣 但分子變成了焦耳 當然在下一個章節 4-2的時候 我們會再把這個莫耳數移出來 為的是要去算一顆一顆一顆的 現在還是一坨一坨 一莫耳一莫耳在算 因為它的分母 那如果你要算一顆一顆的話 把這個數字移出來 會變成8.31 去除上6乘上10的 負23次方 然後後面這裡就只剩下這樣子 然後結果這個會是 大約會是1.38 去乘上10的 負23次方 這個下一個章節才會講到 這是類似每顆粒子 你如果在計算的是每顆粒子的時候 你用的是這個常數 那你如果是計算每顆粒子的時候 那你就是用這個8.31 那還沒有留言的趕快留言 可以下課 tenure まぁ 是 有